北京时间8月2日晚,中超第15轮被一场焦点之战展开争夺,广州恒大队客场3比0战胜天津泰大队,世界杯间歇期结束后都连胜场次延伤之三场, 且支持三球以上大胜,随着塔利斯卡的加盟和保利尼奥的回归,广州恒大队重回巅峰,打出了中超队面冠军的风采,保利尼奥进球后庆祝上半场直到第42分钟,恒大队才获得破门凉机,张宁鹏传球,保利尼奥创入禁区,冷静推射得手,一简令,仅仅三分钟后,保利尼奥又取得进球, 于汉超开出脚球,保利尼奥高高跃起,投球破门得分,2比0,下半场第68分钟,全场最具争议的一幕出现,天津泰大队爱奇姆鹏进球,可裁判却吹哨是一月位,通过慢镜头可以看出,此球是个好球,进入商情不适后,保利尼奥与道拉特打出精彩二人配合, 并最终由高拉特设门得分,最终广州恒大客产3比0大胜天津泰大队,保利尼奥投球攻门,瞬间本场比赛,而设立船的保利尼奥毫无疑问是本场最佳球员, 在塔利斯巧受奸商影响,发挥不在经验时,保利尼奥站了出来,让修尼们再次想起那句话, 你近看高拉特,绝近看保利尼奥,去年8月,保利尼奥一次千万欧而身价转会窒息甲巴萨队,当保利尼奥离开后, 恒大迅速在亚冠中不抵上港队出局,而今年的亚冠中,恒大队又在八分之一决赛中被全舰队淘汰, 假如有保利尼奥在的话,行,况可能会完全不同,恒大会夺得两个亚冠冠军吗? 也许,至少能度其中一个,保利尼奥与梅西并肩作战本场比赛,除了保利尼奥的出色表现外, 裁判对泰达的判法,也引发巨大争议,知名媒体人徐江表示,本来是一场精彩的比赛,裁判拖累了恒大的发挥,恒大是冠军,恒大不给的, 上港不能小,但目前看来,恒大的冠冠对手不仅仅只有上港,还有半城冠军北京国安,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安与华夏幸福的比赛中,两队和立封献了一场金球大战, 最终北京国安6比3的大比分战胜了和北华夏,巩固了积分榜第一的位子, 学家故事会微博页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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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